南加州的中华美食最近十年高速发展 不只光大洛杉矶地区中餐馆的数量超过了3600家 最近还有第一届吃货美食盛典 要来宣扬来自中国和台湾的家乡味道 从白满五花八门的零嘴的吃货小卖部 到精心布置的吃货历史墙 现场有闲御仙 那家小馆等连锁知名品牌 还有捏面人 吹唐人等传统中国手工零食 一边还有美国餐饮界知名CEO和美食评论家们一起热情交流 它是烹饪在铁锅上和铁锅上 所以我们能够那些烹饪的味道 它是一个分辨的点 我们烹饪在吃饭 所有的新鲜肉都每天都煮了 每天都煮了 每天的铁锅都煮了 严格评管控制我们的产品的品质 比如说我们生产预言 就是在台湾的三大国际认证的 食品卫生安全的工厂生产 生产完全程冷链物流到美国来 在这样一个选择口味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的一个世界和社会里面 大家能够依然就是去选择 用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做出来的产品 不仅有餐饮业CEO专程从芝加哥纽约赶来 甚至还有台湾知名连锁品牌大老远从台湾匆匆赶来 未来就是将中华美食有朝一日在美国遍地开花 不然说邀请我上海去演讲 还是说邀请我来参加这样的盛会 我就是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是马上答应我要参加 我们希望在北美沿用在国内的成功的经验 那么真的把这个好的产品带到北美的市场来 那同时也和这些新媒体合作 把这个社群真正的利用好这个社群 为北美的粉丝用户给他们带来好的服务 不只谭美食活动还主打年轻华人市场 并且针对90后和00后的美国留学生 推出移动支付业务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参谱报道